大家好,我是謝時攝影器材的Oliver 今天我們很高興在謝時這邊 就是搭了一個虛擬攝影棚 那這麼慎重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要介紹今年秋天眾所矚目萬眾期待 終於到獲的PickDesign Curve跟Leash系列 這兩個系列呢 其實已經Curve已經在我的手上了 有點像神力女超人 那這個東西呢我先從這個介紹 這一個Curve系列 它這一次最有趣的地方在於說 它可以這樣子去調整你的寬度 OK 那如果你平常呢 如果你是有相機 你不想要像我這樣背在身上的話 你只要有這個背帶 輕輕鬆鬆簡簡單單就可以這樣子扣起來 要用的時候直接就可以這樣子拍攝 拍完之後你也不用怕會掉下去 或者是被搶走 因為這一個拉繩可以耐受的拉力非常大 那另外如果你不喜歡太緊 你也可以就是自己去調你想要的鬆緊 Curve系列呢 應該說PickDesign系列 維持一貫的通用快速 什麼叫通用呢 通用就是 你只要有這一個快扣 你不管今天是這個Leash背帶 或者是我們賣的那個粗的背帶 它通通可以使用同一款的扣子 OK 那快速是什麼意思呢 PickDesign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任何的不管是背帶 手腕帶 背包 都可以快速的調整 OK 你可以發現它就是這樣子往下拉 收起來 就好了 平常如果你不用的時候呢 在這邊甩來甩去 很醜 PickDesign也想到了 所以 立刻化身成為時尚 手腕帶 好不好 非常的方便 打開一下 它就可以這樣子 好 變成手腕帶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黑色的部分呢 黑色的部分 比較有趣 因為 它現在有兩款嘛 一個是這個 鐵灰色 一個是完全黑色的 那 黑色的這一個部分呢 它是沒有辦法調 那個 長度的 但是 它一樣有 可以變成手腕帶的功能 就看你們 喜歡哪一種 因為有些人 他就是喜歡這樣子 人人的 歡迎到現實來參觀選購 那另外呢 以下是我自己的發想 如果 你們有 手機殼 當然要強重一點 不要 不要拿那個太弱的 那你就可以這樣子 一樣把它扣起來 那就可以這樣子 那這樣要用的時候 甩起來 帥呆了 好不好 OK 所以 這一個手腕帶 非常非常的好用 歡迎大家來現實 參觀選購 已經到貨了 對 那之前因為 預購已經 就是預購非常多了 所以 所剩不多 大家如果需要的話 趕快來搶 好 那另外呢 接下來就是講這個 LEACH系列 好 這個LEACH系列呢 我們來開箱一下 這個盒子打開來之後呢 第一個會有一個這個背帶 然後 會有一個 收納帶 收納帶的部分呢 裡面會有 會有一個這個工具 然後 兩個釦子 跟一個這個底座 跟一個這個底座 那這個底座 其實我已經把它鎖在這個小相機上面了 其實 因為我現在是要介紹 這一個CURVE 所以我特別帶了一個就是隨身機 如果 你們今天用的是 單眼相機其實也是OK的 就是微單那種 其實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 它其實就是把它鎖在這裡 那 做這麼小的原因就是因為 以前我們的那個 寬版的背帶啊 它的底板是ACA SWEET 它比較寬 那有些人它在握的時候 因為它用微單的 情況下 它覺得那個板子太大了 跟這個整體造型不符合 所以 這一次 它在這個LEACH系列呢 它特別把這個快拆板 做成小的 做成細的 符合這種隨身機 微單的這個尺寸 那你在用的時候 其實一樣 就是這樣把它背起來 非常的簡單 要用的時候就是這樣拿起來 拍照 拍完直接放下來 同樣的 這個地方 在這裡 一樣可以快速調整它的 鬆緊 非常的方便 它就只要這樣子 往下 拉 它就可以 縮短 拉這個 就變長 OK 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 今天不管你是 身材嬌小 還是高大 魁梧 因為這一個長度其實非常長 我大概 整個拉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 長度我覺得真的是歐美人設計 這 非常的長 所以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OK 然後 接下來呢 因為你剛才會發現說 我剛才在介紹的時候 就會有點粗狂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 那個 虛擬攝影棚這件事情 那我們今天 好 那 接下來 我們的下一位主播 小生 他馬上要上場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